大家好 我是肖細禮師Maggie 葉麗安 很開心這次有機會和大家分享 我之前的工作是在加拿大 Alberta省大學的學生公會任職行政經理 二十多年主管不同的部門 其中包括政府駐辦的郵局 景欣中心 有一萬多呎的專攻大學生遊樂中心 專門提供大學的資訊中心 全部都是不同性質的部門 因為我的個性比較喜歡學習 不同的事物和接受新的挑戰 後來我更幫一個朋友 為一間國際性的木材公司做翻譯 之後木材公司的老闆 亦都想邀請我做Marketing Manager 專為他打開歐美市場 當時我就在想 與其為人打開市場 不如自己去做 所以我就把握了機會 和家人開設了一間木材公司 現時是由弟弟主理的 亦都非常之成功 之後我又開始了另一個新挑戰 現時我在一間公司任職董事總經理 公司之前其中的業務 有代理意大利專業護膚品牌 為大約四百多間的美容院 提供產品和培訓 所以我對美容院的產品 有一定的認識 和很嚴格的要求 我很幸運有機會接觸到 艾多美公司 因為我在台灣參加了一次成功學院 當時是被在場所有的會員 團隊的熱情 和對公司的理念肯定所感動 所以就很想認識這一間 到底是甚麼公司 能夠令到這麼多人對它肯定 和對產品的信心 所以我開始研究公司的制度 理念文化和產品的品質 經過了解和認識之後 我覺得艾多美所有的產品 都非常物消所值 另外我都非常認同公司的三大文化 第一原則中心文化 是公司和會員一起創造 更健全的事業環境 保護更多消費者的利益 而共同設立 共同遵守的原則 是專屬艾多美的文化 公司和消費者需要 要堅守的原則的意思是 一方面公司一直堅守著 絕對品質絕對價格的理念 一方面會員也需要 遵守著會員的守則 遵守不斷火 不搶線 不跳線的原則 第二 共同成長文化 共同成長文化的意思是 公司以束使會員 共同合作發展 邁向成功基礎 與所有合作搶商 會員共同成長的文化 前幾年有間 薯仔杯麵的廠商 因大火的影響生產 而無法交貨 照理 艾多美應該 找其他廠商來供應 但是為了幫助廠商 艾多美不僅表達了 資金支援之外 亦都協助該廠商度過危機 等待了一年後 產品亦都再重新上架 真正展示了與廠商、會員 共同努力帶來的成長文化 第三 分享文化 分享文化為艾多美 與世人溝通和相愛的方法 透過現行網絡社群分享的方式 艾多美積極開發XR Extended Reality 擴充虛擬實境 透過XR系統 可以模擬現實的尺寸 經由遠端來購買產品 同時更藉由公益活動 例如贈送口罩 給中國、韓國、台灣 和疫情嚴重的國家 公司和領導人 亦都一起幫助約勢團體 亦都以捐贈額資給他們 好像在台灣 每年的元旦都會舉行公益路跑 在各國的中心 亦都會舉行捐血半導 透過種種的公益活動來 分享與世人溝通相愛的方法 另外我亦十分認同公司的創業理念 以平等參與的機會 公平分配資訊 無分會員的資本 學歷、年紀和能力 誰都可以參與平等獎勵制度 符合了我所堅信 終生平等的慈悲理念 艾多美奉行的經營哲學中 有個概念叫小孩哲學 意思是告訴各位 聽不能將伙伴當作賺錢的工具 牧場的主人養小牛是有目的的 而媽媽養育孩子是沒有目的的 艾多美就是用小孩哲學來經營 更以奉獻作為目標 不能將人當工具或目的去利用顧客 要將顧客的成功當作目標 亦都是利他利己的最好存值 這些就是艾多美自創業以來 到現在都持續實踐的最佳價值 所以艾多美是一間不需要資本 已經有公平均行獎金分配計算的制度 而在無壓力之下 可以做輕鬆和人分享美好的產品 所以艾多美是一間 無論你在信景或逆境 都可以視為終身事業 最後我的助用命是 勇於嘗試永不放棄任何機會 學到老做到老 祝福大家一起成長 有個美好的將來 希望以上的分享可以幫助到大家 更進一步的了解到艾多美 大家加油 加油 加油 没發生 鼻子 合作者 很好 加油 鼻子